哈喽大家好 那最近夏天到了 那颱风季节也来了 那尤其是中南部 我看电视新闻 有些地方经常淹大水 甚至一个礼拜淹了好几次 那我想我们的粉丝如果刚好住在这个地区的话 可能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那爱迪先生看到这情形 也在这边思考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得上忙的 那我就设计了一个可以自动侦测淹水的一个工具 那希望让各位可以睡个好觉这样子 那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自动侦测水位的设备要怎么制作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手上这个 这个就是蛋糕店卖的蛋糕的一个盒子 那我们就来把它利用一下吧 那你应该还要去拿一些这个电线 那电线里面你可以取得那个铜线 那我已经已经取得两条铜线了 那你必须要准备一个保利笼 这保利笼 这个小小的一块就好了 那你再准备一个这个铝箔子 这个就是我们烤肉常用的铝箔子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闹钟 闹钟怎么改装成防盗器 另外一个影片有介绍要怎么改 然后我们是利用 因为原本这个是做防盗器的 接触他就会想 那我们要来怎么制作呢 首先我们用这个落铁 在这个盖子 他这个盖子很平 在盖子这个底部钻 钻几个洞 我这边是钻两个的 这边也钻了四个 反正就钻几个洞 让水可以跑进来就好了 然后在侧面 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钻两个 这一侧也钻两个 那我们把这个保利笼 用这个铝箔子把它包起来 就把它包起来 好 这样这个铝箔子就裹在这个 保利笼外面了 然后你就把它放进去 好 那再来我们把这个 我们取得的这个铜线 插进我们原来的这个洞里面 我们这个有用落铁钻两个洞了嘛 好 好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做一个 盔圈好了 这样比较不会 不会容易脱落啦 好 好 好 那这个回天做好了 然后呢我们将 将这个 触花的这个开关 这两条导线把它 绑在我们这个铜线上就好了 好 确实把它绕紧绕好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准备实际来实验给各位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保利笼 如果有水它就往上浮 对不对 那由于这个铜丝是软的 你要把它往下压 让它尽量贴近你的这个 保利笼 这样的话才不会说水位很高的时候 它才会响 你看因为我现在已经把它下压了嘛 只要有一点点水 它就它就会触动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秘诀 不然你用太高的话 就水就可能又淹到好几公分了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摆进去 好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保特瓶 我们在这个脸盆里面加水 好 模拟这个淹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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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好 那以上是由我为您示范如何做一个水位警报器 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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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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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